这个灶台已经修好了 今天就可以用了 冬的时候拿了一个小针 果针 果针是因为小米粒给塞住了 喝点美食消化中 看 超级多吧 这么多的尖椒 跟橘子挑尖椒的时候 橘子说 让我来 我最会挑尖椒了 他挑尖椒的秘诀就是挑大根 卖尖椒的所有的大根 都被橘子拿走了 看 看 看吧 来 去洗一洗 像个包剑一样 洗干净 哇 这么多尖椒 这么多尖椒 好嘞 太大了 不过我买的这个尖椒吧 都不是特别辣 之前去菜篮子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吗 看 在他一周 轻轻的拉一圈 这个根部和小种子 给转出来了 嗯哼 这个我一般不会再去清洗它 除非是那种特别辣的辣椒 我才会把那个种子啊给去掉 像我买的这种平平的辣椒 不会特别辣的 这样的更辣 这样的 看 还有那种螺旋的一截一截的都超级辣 分三段 绕一下 轻轻拉 转 拉 转 我夏天的时候吧 特别爱做这个 在我们家呀 这是一道凉菜 做好了之后啊 给它冰镇起来 放到冰箱里 这把煎 嘟嘟 饱饱的 切一下 一掰就下来了 切丝粉吧 放到冰箱里冰镇着 拿出来吃 超级好吃 拌米饭呀 或者是拌面条 就是我觉得它比热着的时候好吃 要加入一些小孩子 如果家里是小孩子或者是不能吃辣的 就用青椒 也非常的好吃 这么多的蒜米 生抽 要两勺 老抽一勺 醋一勺 不爱吃醋 所以放了一大 糖一勺 再加点水 150的位置就差别 一份汁一份蒜 准备开始煎虎皮煎焦了 要叫虎皮煎焦呢 就是它身上的纹路 像虎皮一样 就爆起来的 凸起来的 就是什么样的喷壶都行 我之前压的那个也还行 但是它就是有点费劲 每次用的时候都要压 加点油 小小的火箭 不然它就该糊了 什么锅都行 就是平底锅就可以 声音超好听 油特别特别的少 油多就变成炸点 就要不好吃了 已经有一点虎皮了吧 奇怪是撒上硬丢盐 这么多 一点点 正反面都是火皮 看 正面 反面 可以 撒上烤的 温度 油 大油 来点香油 好了 关火 如果是做虎皮尖椒这个菜 就可以加点水淀粉 是这样凉着吃 就不加水淀粉了 一大盘的虎皮尖椒 又亮亮 连蒜汁也都倒进去 热的也挺好吃 但是冰镇的更好吃 可以让橘子先尝一个 然后我就等着它亮亮放冰箱 橘子 不搁点米饭吗 拿两个放盘里 剩下的我给冰起来 你感觉凉的配米饭能好吃 对啊 就是等着冰的时候 配米饭就爽了 拿两个 不搭了 下饭神器冰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